虽然我们给PC版的Cyberpunk 2077打出9分的成绩 但这个游戏在普通版PS4以及Xbox One上的表现和PC版的相比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游戏在这两款主机上的表现简直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游戏内的战斗 驾驶以及游戏内的各种故事内容都变得让人不忍之事 毫不夸张地说 由于游戏的帧率表现实在是太糟糕 以至于我玩完游戏后莫名其妙地觉得恶心 我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游戏发售前CDPR送测的是PC版而不是主机版了 在我最开始对1.02版游戏的测试中 Xbox One在某些涉及到战斗的场景帧率会下降到只有十几帧 即便是打上了据官方所称的提高了稳定性的1.04版本补定后 游戏想要维持在30帧率还是很难 游戏也经常崩溃 好的一点是游戏会直接崩溃并退出到Xbox One的系统界面 坏一点的情况呢游戏会直接锁死你的系统 你只能通过重新开机来解决这个问题 简而言之游戏在PS4和Xbox One上都无法保持稳定的帧率 不仅如此游戏还会经常卡住几秒钟等待加载 在普通版的Xbox One上 有时游戏的分辨率似乎还没有达到720P 不过由于动态分辨率的存在 这一数值并不固定 即便是这样 在某些战斗的场景里游戏帧率还是会跌到10帧 整个游戏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游玩 甚至当你是在游戏开场时 做一些类似于走路一样简单的事情的时候 游戏的帧率撑死也就是在20帧上下波动 PS4版的游戏在安装了1.04补丁后 在游戏性能以及稳定性上比原来好了一点 但这却是牺牲了纹理加载时间换来的 角色的脸上经常就像是打了马赛克一样 你需要一番好等才能让他们的脸出现在游戏里 更过分的是 即便是我关闭了诸如电影颗粒运动模糊这样的画面效果 有的物品上的纹理贴图还是无法显示 游戏内的开放世界在这两个平台上都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 比如路边的标识需要等待5秒钟之后才会出现图标 这使得我不看小地图根本就没有办法认路 爆炸之类的效果触犯的相当晚 有时根本就不会出发 游戏不仅画面上有问题 敌人的AI有时也会崩溃 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会朝你开枪 不过游戏出色的配音是PS4以及Xbox One游戏中 少数几个算得上比较正常的东西了 和PC版的游戏相比其他的内容简直让我没眼看 虽然在PS4 Pro以及Xbox One X上游戏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但相比于PS4以及Xbox One上相当于技术灾难的游戏而言 他们的两个表现已经算是很了好了 如果你现在只能通过普通版的PS4和Xbox One玩CypePoke 2077的话 那么我强烈建议你在CDPR修复这些性能问题前不要玩这个游戏 如果你已经买了这个游戏并且体验到我所描述的各种问题 那我觉得你应该尽快去找相关客服要去推款 目前PS4以及Xbox One的游戏表现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想到这么多人的CypePoke 2077初体验就这样被毁了 我觉得很难过 因为正当这个游戏正常运作时 它真的是一款非常出色的RPG游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